我記得我剛從美國回來 我剛回來的時候在師大教書 有一天坐電梯我的同事 當時的同事就 兩個人坐電梯我看你好像有點無聊 他就跟我搭訕吧 我就跟我聊幾句 第一句話就說 薛老師他用台語 他說你為美國回來 我說對 是啊我是從美國回來 下一句說那你應該不知道台灣 就說我應該就不了解台灣 我當時因為剛到一個新的環境 我也不曉得它所謂台灣所指為何 所以我也不太知道怎麼接話 我後來就比較知道 就是說在台灣的地理的傳統裡面 有一支非常強的區域地理的傳統 所以他們累積了大量的文獻 大量的資料 那當然師大地理系在這個部分 是有它非常特殊的貢獻 那當然 可是對我 我剛剛這個來一支 我確實我不是地理科班 在台灣我不是讀地理的 我是台大統目系畢業 然後我讀了城鄉所 那之後才出國才讀了地理 那某個程度對我來講 如果地理是這些資料性的東西 坦白講 我相信我出國大概就不會讀地理 那因為我對於地理的認識 很大部分是來自於當時的期刊 期刊的文章還是 當時的條件 期刊的條件其實非常不好 像現在有Online 你幾乎即時 甚至還沒有出版的期刊的文章 你就看得到 你當時我們 基本上在台灣看到的期刊 大概已經是 在美國或者在其他地方出版 超過半年以上的期刊 那那個研究通常是 那個寫作的人 兩三年前的研究 其實有一個很強 很大的一個時間的落差 即使是這樣子 我覺得這些期刊的文章 還是給我很大的一些鼓舞 跟支持上的一些興趣 那這個興趣在於 就是說我對於地理的想像 我覺得遠超乎這些資料性的東西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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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